我们都关心住民家庭博物中心 基盘党团文化荣学活动 邀请新住民和台湾家属提供外兰 出售咖啡和菜味过来 传绿民众请去了解外兰文化 大家临近提到外兵 创作出所欲于自己的过来 我们都关心住民国家庭博物中心 基盘党团文化荣学活动 透过外过来和DIY 外党出售咖啡的活动提案 和民众可以更了解外兰文化 跟大家分享我们国家的文化 然后很多是说斗粒 大家都不知道嘛 所以用斗粒化的时候 跟我们算这样的口服 在越南的时候啊 不然怎么样早上起来 都喝一杯咖啡就提醒精神 这种文化也很棒 所以我听到这种这样 就今天也想来探家看看 我们的国家的咖啡 真的蛮好喝的 在这外兰 贵蜡和咖啡 可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 贵蜡有10号12号的公铃 咖啡也是透过 特别的制作方式 创作出最特殊的外兰风味 那今年呢 我们特地以那个越南为主题 那我们安排了彩绘斗粒 还有越南的手冲咖啡 让各位民众体验一下说 越南的斗粒是什么样子 那以及他们的咖啡冲泡 要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那就管宜完林亦如 也来到现状和民众的动路 他说明 透过这种团文化 永远的外兰 好民众也没需要出国 就可以来体验借钢的外兰文化 新住民家庭副中心 长期呢 办理相关的活动 不管是我们在地的 一个文化的融入 或者像今天一样 藉由多元国家的一个文化来代入 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好姐妹们呢 来体验一下我们越南咖啡的一个风情以外 也特别来彩绘我们这个越南 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斗粒 那么藉由色彩的绘画 也让我们能够来抒压 让我们的身心灵更愉快以外 也藉由咖啡的香味 让我们享受这个抒压的一个课程 希望概由这种文化体验的方式 让国家的民众 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的内涵 增加新住民家庭之间 甚至是和民众的活动交流 记者就有信财方报道 那我们就在我们先修订看到的 我们就能够在一角 然后我们再看